我知道目前的中国内地以外 华为的手机产品使用起来 存在着诸多不变 包括我自己在香港的主力机 也是一台iPhone 但是作为一个科技博主 我需要客观及时的 让大家了解到技术的新进展 这方面华为的灵溪通信 就不可不提 灵溪通信这个词 是今年三月 华为在春季期间新品发布会上 首次提出来的 它其实是多项技术的一个统称 包括硬件上的灵溪天线 软硬结合的灵溪网络 还有更偏向软件层面的灵溪算法 这几项具体技术融合在一块 再加上华为新的手机产品 已经事实性的支持了5G通信 作为一家通信起家 而且还在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的公司 华为终于让手机行业 恢复了它在通信方面应有的升级节奏 这句话我说的很满 可以说是把自己放在了一个 比较容易受质疑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不是真的有一些 确实不同以往的新体验 我是不敢这么讲的 因为我在香港的电话卡 还没有升级5G套餐 所以这次我可以拿着Mate60 Pro 回深圳带了一天 而这种前所未有的移动通信体验 几乎是从我的内地卡 刚一收到信号就开始了 走过口岸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香港和内地中间 有一段两边运营上信号 都不太好的两部管地带 然而恰恰又是这个地方 人员特别密集 因为内地的第一道管在这里 必须得刷一个健康身包码 才能过去 加上最近香港居民去深圳玩 也非常火爆 虽然我当时拿iPhone录的时候 没把手机抬起来 但大家应该也能看到画面里 除了右边是拦起来的以外 左边和前面全都是人 这还是大家都在往前走的情况下 人是真的多 人多在地点上信号本身也差 所以我在这儿呢 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尴尬回忆 刚来香港的时候呢 我去深圳经常忘记 提前生成这个马 由于我先排了十分钟队 然后到关口夹击了 突然想起来 哎我马呢 就在这个地方 别说打开小程序 生成二维码了 就微信本身它都连不上 所以我就在那卡了一分钟 想挣扎一下 刷新也是的 主付卡切换也是的 一点戏都没有 然后后面几十个人呢 就寒情默默的注视着我 后来我实在顶不住了 就只好一路退回到了 人少的地方 然后搞了半天 才把马搞出来 然后又排了十多分钟队 这次去深圳呢 我当然是提前就把马准备好了 但我呢还是很好奇 就在Mate60 Pro上刷了一下 结果小程序 直接就跳出来了 过于顺滑 就我明明很苦大仇深的一个事 它直接给我轻描淡写 一笔带过了 说实话呢 这让我心情挺复杂的 但其实这段新奇的手机体验 才刚开始 过关之后呢 我就上了十号线 在这我挑战了一个 比较难的使用场景 就是看直播 不出意外 Mate60 Pro在最高的原画画质下呢 全程稳定播放 当然我觉得 这也是因为车上人不多 但是转了十一号线之后 这挑战就开始疯狂上强度了 工作日上午八点四十分的十一号线 那就是沙丁鱼贯装车间 而我呢也经常是其中一条 作为大安区一名老实本分的本地人呢 我当然是选择了去商务车厢 经常做这条线的话呢 应该都知道 高峰期十一号线的商务车厢是免费开放的 我这么老实的一个人 有便宜不占 那必不可能了 当然这个点 商务车厢其实也好不到哪去 排着队呢就已经人挤人了 往常这种情况 我收图片都不一定能持续稳定 但我直接在Mate60 Pro上试了一下 看4K视频 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我继续上强度 又开始看原画直播 这次人群密度高了很多 我回看了一下当时iPhone录的视频 周围有看新闻的 有回忆消息的 就是没有拿手机硬钢直播的 我在Mate60 Pro上试了一下 下拉刷新没问题 往下滑的时候呢 封面读取卡了一下 但除了这一小线呢 也没有问题 都陆续成功载入进来了 点进去看也没有问题 但十秒钟之后画面卡住了 为什么呢 我后来回看视频找到了答案 大家仔细听背景音可以发现 画面停住的时候呢 车刚好开过来了 对应的非常精准 这里应该呢 是恰好捕捉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信号现象 就是满载列车 对手机通信的巨大影响 如果大家对于5G通信设计上 是如何解决密集人群通信的感兴趣 我推荐曲博科技教室 和老齐好好奇的视频 曲博讲了如何通过 正教分频多工和风貌通讯 来同时与多个钟能通信 老齐讲的呢 则是计划码 如何进一步提升了信息传输效率 从而用相同的总贷款 传输更多的信息 但是高峰期的地铁列车 开过来之后呢 想保持顺畅通信 就又多了两大难点 第一呢 是车里面有大量的乘客 也就对应了大量的设备 这些设备呢 也要来争抢信号资源 这一瞬间通信压力 就会骤然升高 第二呢 就是列车这个巨大的铁皮盒子 也会对信号造成一定的法拉第屏蔽 所以我还挺期待 未来通信行业会如何解决 这个场景下的挑战 上了地铁之后呢 我直接进到车厢 这个大法拉第龙的内部 人群密度呢 也急剧增大 大量的设备 被聚集在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 我的前后左右 全都是要争抢信号的手机 在那列车行驶过程中呢 一定是先连这个基站 然后换那个基站 一路走一路换 这样通信方面挑战呢 自然就更大了 点开直播 果然呢 是直接卡住 弹幕和画面信息能载入进来 但是视频流很难播放出来 但就在我觉得 我找到了Mate60 Pro 灵系通信的能力上线的时候呢 我又捕捉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我老婆的主力机呢 就是Mate60 Pro 她看我卡了半天 就用她自己的手机试了一下 结果同样是点开直播 没有任何问题 无比流畅 后来乘客陆续下车之后呢 我坐下来好好对比了一下 我发现这种差距非常的明显 我手上的机器呢 偶尔还会卡个一下两下 但我老婆的手机 全程从来就没卡过 而且直播延迟 也明显比我这边要低 从控制变量的角度上讲呢 这两台Mate60 Pro 除了颜色以外 硬件配置完全相同 我们的服务商也都是中国移动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我是138一个月的 入门5G套餐 而我老婆呢 是288块钱的尊享套餐 所以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套餐级别 也会影响信号服务的质量 至少中国移动是这样 它的实现原理 我推测呢 是不同的手机卡 在和基站通信的时候 会有一个标签来加以区分 买了高级套餐的卡呢 他们的请求就会被优先处理 移动服务上这种区别对待 是否存在呢 我以前也怀疑过 这次算是实锤了 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 这一路几个测试做完呢 我也就到家了 到家之后呢 我先睡了一下 睡醒呢 就起来研究灵溪通信的 另一个主要场景 就是Wi-Fi 如果和华为几款 新的路由器搭配使用的 Mate60 Pro可以同时使用 2.4G和5G两个频段来通信 华为通过自适应切换 智能分流和容易并发 把两个频段呢 真正高效率都融合了在一起 起了个名字 叫灵溪双Wi-Fi 我在深圳呢 有一台战损版的 华为零效子母路由Q6 这次呢 我把我平时用的小米AX9000关了 小米的这个路由器呢 也很好用 但是呢 这次为了测试我换上了Q6 Mate60 Pro连上之后呢 顶部状态栏的Wi-Fi标志 就变成了一大一小 多了一个小的信号标志 这就说明灵溪双Wi-Fi 启用成功了 在这个模式下呢 下载速度会变得更快 更稳定 这个很容易理解 因为原来呢 只有一条路 现在变成两条了 不过更有意思的呢 还是双Wi-Fi频段融合 也能降低通信延迟 这一点是实测最有说服力了 这次测试呢 我选择了竞技游戏 王者荣耀 这游戏呢 我已经借了有段时间了 因为我觉得它POA我 而且我玩着还会上瘾 但用它来测试呢 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设计了一个测试场景 就是用两个账号 一对一对决 这样呢 就能在不影响 其他正常玩家的前提下 把延迟给测出来 这次呢 同样是控制变量的思路 我挑了一台 22年底发布的安卓手机 两台手机摆在同一个位置 连接同一个路由器 进入同一个微信大区 分别操作游戏人物 走到地图同一个位置 所有这些变量呢 都保持一致 零息双WiFi的体验提升呢 就非常明显了 Mate60 Pro的延迟 全程锁定在 21到26毫秒这个区间 而对比机器的延迟呢 则是有一大段 都在50毫秒左右 向下波动的时候 才能摸到25毫秒左右 这个实测结果呢 还是挺震撼的 我也因此呢 不幸上高玩了好几拍 因为真的很想实际体验一下 我当年玩的时候 信号质量呢 是真的没有这么问 当然呢 我也还算是个 比较有自制力的人 并没有忘记证实 简单休闲了一番之后呢 我又出门接着录测试 走之前呢 我想起来了一个场景 就是每次如果在刷手机的话 那走出门到电梯这块 就比较尴尬 我得手动把WiFi关了 然后等信号成功 切换到移动网络之后 再接着刷 零息通信里的零息算法 实现了四网无缝协同 换言之呢 就是Mate60 Pro 应该可以自动的 根据信号强度 启用WiFi 或者是主付卡网络 那我从出门到进电梯 就应该会变成 一个很丝滑的移动体验 不过第一遍录的时候呢 走到电梯口 直播呢 还是小卡了一下 虽然这已经很强了 但我想来点 真正有节目效果了 所以我把直播清晰度 从原话降到高清 又来了一遍 其实任务难度呢 并没有降低多少 毕竟呢 还是视频直播 我从来就没想 回到在电梯里看直播 这次呢 我直接录了个一镜到底 效果也的确炸裂 我从出门到电梯口 直播画面全程流畅 进了电梯之后呢 下到差不多23楼的时候 WiFi图标完全消失 直播画面依旧顺滑 然后我一路下到 地下一层来取车 作为大湾区互联网新贵呢 我开的也是一辆新能源车 不过呢 是俩轮的 我们这个地库呢 信号特别不好 以前呢 我还有个连不上 微信开门小程序 只能从地库一路 绕出去回家的尴尬经历 但这次Mate60 Pro的信号呢 依然保持慢个 直播画面也还是没有出现任何卡顿 这车子呢 因为很久没骑了 所以头盔还要擦一下 这个过程呢 我就把手机放在一边 从头到尾 直播画面始终丝滑流畅 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说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体验 车子清理干净之后呢 我就又骑回了南山地铁站 下电梯简单刷一下知乎 当然也没有任何问题 不过这次的实测重点呢 还是灵溪网络的通信地图 这项技术呢 结合了华为作为基站生产场上的独家优势 让手机也能知道哪里先要强 哪里先要弱一些 再由机器学习算法加以判断 体现规划 在你达到信号差的区域之前 先加载一部分数据 这样最后在实际体验上呢 就感觉不到卡 进了南山站之后呢 我又回到了11号线 又选择了商务车厢 反正一会儿做完一圈 还是要从南山站出 就没必要扣走的了 该消费就消费 不过上地铁之后呢 我还是一时没忍住 又开了跑王者 给自己一个借口呢 就是为了科学 而且信号地图呢 我也想留到比较偏 信号不好的站点在测试 结果我发现在地铁上 玩竞技游戏 对现在这个阶段来说呢 可能还是过于超前了 我开局的时候 列车正在行驶 一转眼 延迟就飙到了460毫秒 不过它挺厉害的一点呢 就是这样呢 也没掉线 全程都没有掉线 实际上地铁每次到站的时候呢 延迟都会迅速降下来 降到30毫秒左右 说实话呢 在地铁车厢里 这个屏蔽环境下 即使是车子停了下来 连移动网络的时候呢 这个延迟也已经低到 非常超乎预期了 我以前在家用WiFi 延迟到340毫秒 不过毕竟地铁 大部分时间呢 还是在行驶过程中 所以最后呢 我也不输意外的输了 而且输得很惨 一个人带崩全队那种 我也非常愧疚 测评瞎稿 影响到正常玩家的体验呢 这事我一直认为 是很不讲究的 不过这个情况的原因呢 我们从原理上 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来 信号地图 可以通过提前加载 来改善图文视频 甚至是直播的体验 毕竟直播呢 也是可以提前缓冲的 但像竞技游戏这种 对网络延迟 超级敏感的使用场景呢 还需要未来 再想一些新办法去解决 不过说实在的 现在除了测评 也没人费得 在地铁上玩对战游戏 打打扑克也就得了 所以这事呢 也不算特别紧迫 驶过深圳机场之后 我就正式开始了 对通信地图的测试 首先直播依然是全程流畅 无论是列车到站 信号好一些的情况 还是在行驶过程中 信号条件恶劣的时候 手机信号图标上 有时候会显示4G图标 有时候也会消失 但全程信号都维持慢个 直播画面依旧顺滑 我录了2分30秒 只出现了一次小卡顿 这个切换过程呢 很值得说道说道 我一开始凭着思维定视 以为4G图标消失的时候呢 是无缝切换到了 覆盖更广的3G网络 但后来我发现我猜错了 一会儿呢我会用实大实的数据来证明 直播测完之后呢 我又加了点难度 试了一下直接刷直播 注意呢我是在不同的直播间来回刷 不是刷短视频 虽然直播呢 也可以利用通信地图来提前缓冲 但它对网络条件的要求 还是要更高一些 因为毕竟直播能缓冲的数据量 比短视频要少很多 极限情况下 手机可以把短视频整个下载下来 但直播呢就不能提前加载那么多 毕竟呢它还是有实时性的要求的 有些时候主播还要和观众现场互动 从我录下来的画面来看 换成刷直播之后呢 Mate60 Pro没有出现任何卡顿情况 接下来呢 我又换了辆对面的车 开始往回坐 这回呢我回归了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测试 跑了一下带宽测试 我使用的呢 是一家美国企业开发的测速软件 在深圳只有一个服务器 没办法挑一个最近的来消除物理距离的干扰 而且我特意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 而且专门挑列车高速行驶 这种信号很不稳定的时候来测 可是跑起来之后呢 屏幕上显示的结果是下载超过了400兆 上车超过了80兆 而且真正震撼的根本就不只是这个速度 而是这条曲线在正常的爬升阶段之后 速度死死的锁在了这个巅峰位置 比如说高速行驶的地铁了 即使是给我一个固定的位置 去连接移动网络 我也从来没在任何手机上见过这样的曲线 当然细看测试结果的话呢 会发现网络连接的延迟也非常高 这个和我之前玩竞技游戏的体验 也是完全吻合的 但就像咱们从原理角度分析的那样 通信地图解决的呢 是带宽的问题 而不是延迟的问题 就车上的这个带宽已经没有对手了 更何况别的手机的延迟 我也真的没见过谁达到过这个水平 那现在已至4G图标没了 所以这个网不是4G 然后又已至华为的情况 它是不能用5G的 所以如果这两个假设条件没有出错的话 可能现在就只有一个 就是华为只可能是借助灵溪通信 这项综合性的信号技术 对3G网络进行了深度的优化 就我平常做视频呢 都是尽可能避免情绪化 而且华为这个牌子 对海外华语观众来说呢 就更敏感了 但是呢 我还是想说 华为的通信技术真的太扎实了 对吧 就3G网络优化到这个水平 还能有谁 不过这次测试呢 其实还有个尾声 虽然我认为我的自知力还算可以 但我出了南山站之后呢 又没忍住 去12号线后车那块找了个座 又开了一盘望着荣耀 到家之后呢 又没忍住 又在地下车库来了一盘 所以我真的不推荐 大家在疲劳的时候碰这个东西 它上映性是真挺强的 不过说回信号本身 地铁站线要差 人也多 但游戏延迟呢 居然只有30毫秒梳头 车开出来之后呢 信号条件骤降 但延迟依然没有超过40毫秒 当然那个时候乘客不多 要前往的设备不多 也是一个原因 但它也是已经比我在家里头 用另一台安卓机直连WiFi的延迟 还要稳定了 地库里面呢 也是一样 这回全程延迟最高的时候呢 也只有30出头 在信号质量很烂的地库里 同样是比其他手机 直连室内WiFi 还要肉眼可见的稳定 真的非常难以置信 那而在这种前所未有的 移动体验下呢 两局游戏我也都赢了 所以虽然呢 我老是抵触这个游戏 但只要信号保证好 我真玩起来一点都不逊了 所以这就是这一整段旅程 很多场景呢 都被涵盖到了 其中也真的有很多场景 让我非常的认可 实际上大家可以感觉到 我现在嗓子还是有点哑的 因为我回来之后呢 第二天下午就开始发烧了 估计呢 是在地铁站和地库里 都打游戏凉着了 不过呢 我还是选择尽可能优先 把视频做完 尽早录出来 因为呢 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 移动通信领域 这种久违的进展 我觉得这些信息呢 真的都非常新鲜 包括海外的话语观众 我知道涉及华为 这个牌子的内容呢 在海外会比较有争议 但我还是想尽可能早的 把我看到的这些进展 分享出去 行就到这吧 我是林毅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 我愿安安静静的 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 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